請問你們試過 打個排位 整場被閃燈 Row all out Where you seem to be Don't you wasting my time Watch me go No ice can just It's real Oh I feel you Break the signs Every time Be'ry you Be'ry you Be'ry you 各位親愛公主 분들們大家我是昌恩 今天我們帶來是呢 Tier Dyer 齊爾呢是目前版本的T1.5 打野英雄 他不算超級強勢 沒有到配邊必選 不過呢在職業賽出場率卻不低 而且呢高檔局選出來 基本上呢表現都可以不錯的 我們就看齊爾這英雄的特色 還有最需要注意的關鍵是什麼吧 首先呢我們的一大特色就是 刷野速度特別快喔 可能是我們手很長的關係 他手有多長呢 你拿他跟莫拉對比一下就知道了 普攻距離很長 再來呢一技能也傷害很高 所以呢我們可以同時刷好幾頭野怪 剛剛他呢我們被閃燈了唷 我以為這錦有多厲害呢出去看來看 他勝率是四隻頭 這場呢我們先說 打結果呢我們是打決場最高輸出 最高參團金牌MVP 卻被他整場閃燈 教我怎麼玩 可能呢他就 就 我們也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喔 但是呢 如果你覺得很吵的話把他精英就好了 我自己呢是覺得還好了 見怪不怪了 現在下路打個團戰喔 待會再去說齊爾 先抓掉沒招的菲勒 然後呢他們打野是 清 這個是啞蓮 先把啞蓮帶走 一技能命中敵方命一樣 雷等技能 遠端一技能把他帶走 祁爾呢如果是打高多人的場次 最需要注意的就是一技能的第二段喔 你要如何讓你一技能第二段命中 一般來說呢你一技能第二段能夠命中的話 傷害比較高之外呢 還能夠刷新我們的被動 刷新我們的技能 一技能第二段呢命中很關鍵喔 有幾個方法呢可以讓一技能第二段更好命中 比如呢我們可以用二技能或者大招來調整位置 有時候呢 如果對方不動的話 或者我們盾草的話 可以使用一二連招 我們要做的關鍵呢就是如何的 讓一技能第二段命中喔 命中的話呢都能夠打贏 片頭影片看我們一直刷來刷去呢 然後是我們的一技能第二段都有中 基本上呢一技能第二段命中補個二招 就會刷新位移了 而且呢二技能還有護盾喔 我們來看出裝奧義魔紋 這套出裝呢看得出來是比較偏坦一點的 而這一場呢我們沒有出烏鴉王冠 把烏鴉王冠呢改成零霜寶珠 加上我們二技能護盾呢可以刷新 還有我們吉函之戶是非常硬的 如果我們正常發育的話呢 是很難死的 本身呢有位移可以刷新的位移 護盾呢有無敵 還有半坦的魔裝 不過呢我們的魔紋就不帶 神聖守護了 改帶惡魔覺醒 帶惡魔覺醒呢我們開帶 這位不停的刷新 我第二技能喔 很好用的 這場呢其實目前打起來 我們有九個參團 目前看起來呢一切都在 照著我們節奏之外 是不懂呢這技能怎麼從頭到尾都在閃來閃去的 OK 抓了個法恩 法恩交過瞬移之後呢把他帶走 像法恩中沒有位移的英雄呢 他要躲我們一技能第二段的方法就只有瞬移 所以呢我們也可以等他先加瞬移 再查 再開一技能 像狸魔王呢這種不會動的 一技能第二段就很好中了 有沒有發現呢 我們順來順去的連招 比你想像中更簡單 基本上呢就是要保證我們一技能第二段能夠命中 如果啊你說你開了一技能呢 第一段中了 敵方這時候就要順利位移什麼的 那你再開大招不就好了嗎 你只要大招連著他呢 一技能第二段就會中了 像這時候呢敵方已經會提防我們一技能了 吃了很多顆 如果會提防我們一技能呢 不能直接中的話 我們也可以靠解方法的 比如先惡普攻 等敵方反應之後呢 再開一技能 主要是呢 出點坦撞的關係 我們就可以好好的瞄準 不用太早開大招 畢竟呢大招就是我們的保命手段 如果你開過大招之後呢 就是任何宰割的綿羊了 而騎爾的傷害呢 我們的一技能 還有觸發被動 再來呢就是我們強化普攻 我們的技能傷害呢 基本上分布在全技能中 不像以前呢 只要二三就沒有人 所以就是我們一直強調呢 一技能第二段命中很重要唷 所以 扣得我來吃個凱撒 這時候呢對面經濟捍衛起來了 吃凱撒比較好 上路沒有人手 我們的凱撒路看起來是馬甲 噢 對面要拆我們的傷頭了 我們趕緊把這凱撒拿了呢 用他的 凱撒效果來清上路兵線 清掉了 你看呢這個菫死掉了 要殺我們的燈 到底關我們什麼事 剛剛呢 如果你有看到 我們有call大家來吃凱撒是吧 如果那時候菫跟我們來吃凱呢 凱撒早就吃了 而且他根本就不會死 這波呢交出我們的凱撒 我們又買了一個新的凱撒喔 可是呢還是在冷卻中 有買生命法杖關係呢 所以續航力很好 野怪帥帥呢 我們就會滿血了 你看這閃盾呢 有時候狀態不好的時候 卻是挺煩的 你這樣覺得很煩的話呢 把他靜音掉就好了 我指的是 如果你在排位的時候 你到了隊友 生命就要下路高地 我們看有沒有機會猜 買出混沌法杖了 企鵝的魔穿裝呢 比較建議出混沌喔 畢竟呢 如果我們是魔攻打野 中路有魔攻的話 敵方是仙靈的機率挺高的 只有一個圖滾 OK 用女文王當跳板 去抓一下凱恩 可是呢就要被敵方費費留著了 這關呢 一個足夠 一個人頭 還行 如果對面携一些坦克呢 我們也可以用他來當跳板 出動 目標呢就是後面的凡人 我們還有復活甲呢 還可以再用一下 OK 那最後秋里就寶 遊戲結束了 這場呢 我們打了最高三團 最高輸出 還是盡快MVP 卻整場被這個剩一四隻頭的菫 瘋狂閃燈 看看呢都覺得 有點 這就是常態吧 單排常態 那我是尚恩 開心點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